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圖是3年5班50位同學 總人數是50 段考數學成績的相對次數分配折現圖 這是相對次數 那麼這50位同學的數學成績的平均數是幾分 那平均數的話 本來就是總人數 分之總成績 總成績就是這個主中點 主中點就是SI 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人數 人數我們叫MI 不過這MI的話 除以N的話 上就是相對次數 這個就是這個相對次數 所以這直接是SI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個相對次數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SI是主中點 這一組的話 這個沒有人 這一組的話 40到50的 他人數佔了全部的12% 所以這個分數45 這主中點45 45 乘以呢 這個相對次數 相對次數就是12% 加多少呢 加55 足中點 乘以18% 55 乘以18% 再加65 乘以24% 65 乘以24% 再加75 乘以4% 再加75 乘以4% 乘以4% 那這個就是他的平均分數 那這個就是他的平均數 平均分數 那我們看看 這個加起來應該是100% 我們看看 我們這個驗證一下 12 加上55 加上24 加上34 加上12 加上4 欸 137喔 這搞不好 哪邊弄錯了 這是12不剩 12加18 12加18 再算一次看看 12 加18 加24 24 加 再來是30 30 30 加12 加4 100 沒錯啦 剛剛的話 我打錯了 所以呢 把它算一下 這個是百分之百 沒錯啦 全部加起來百分之百 45乘以12不剩 加上55 乘以這個 18 加65 乘以 24 加75 乘以 30 加 85 乘以 12 加 95 乘以 4 等於 67.4 喔 67.4 所謂平均分數 是67.4 所以平均分數是67.4 3 搭乘以 放入冰箱